对恋人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陈24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马24岁来自黑龙江 自由职业 来 有请 有请小马 欢迎两位 你好 之前 你们俩谈了多久恋爱了 一年左右吧 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就把姑娘虐待成这样了 她不好好吃饭 我总不好吃饭了 你哪样吃的你不挑 我吃的挺好对身体好 怎么了 你身体好现在瘦成什么样了 我这叫魔鬼身材好不好 挺魔鬼的 你完之自己不想吃好东西吗 那你还不让别人吃 那你吃了点 然后又吃醋 然后又放那么多 我让你吃了吗 是不是我自己担念 我看我都不想吃 你那皮肤吃都是倒不知道吗 那你可以不看的 我没让你看的 你那肚那么大都是那么吃不知道吗 还那么吃 行了 今儿来干嘛来了 今儿 今儿他挑我毛一摸 然后我还不想分 然后 让解决 行行行行 你来干嘛来了 我就想让他把就是他身上这些毛病嘛 都改一改 太挑剔了 我刚才听就是吃上面很挑 所以瘦啊 穿也挑是吧 穿 我有一次我同学聚会 然后他为了哭着嚷着要去 不是你去吧 去我说你买一件买几件衣服 然后银行卡我还给他了 而结果他倒好上夜市 买了三件衣服 买了一个条小衫 买一条裤子买一双鞋 一共花了一百块钱 我认为我现在说很好啊 虽然不是什么名牌 但是说我可以穿上自己的品味 我感觉很欣赏 什么名牌 你穿上去都搂死了 我同学都在笑着你了 那你不说谁知道他不是名牌啊 你不就不能估计一下我的感受吗 人家笑着的是你还是我啊 但我感觉我这样很完美啊 我就认为我很漂亮啊 我就感觉啊 玩之后呢 还没他不挑的 那有一次吧 我就下班回家 那天吧 单位就是工作还挺忙 挺忙 我就是出去跑了一天 玩挺累的 到家之后呢 他就起高调 说 咱俩上些事啊 然后我说上些事去吧 当时我挺累了 他说咱坐车去呗 我说那个 他说坐公交车不行 太挤了 我说坐地铁 本来就挤嘛 那有小偷偷偷你手机 给偷没了你忘了 我说我不坐公交车 然后我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说那你这样 那你怕挤 怕丢东西是吧 那咱打车去吧 打车不行 太贵 本来就贵嘛 二三十块钱 我都能坐多少公交车 他说虽然急有时候 是是是 然后我 然后我也嫁不过他 跟我逼没招呢 我硬跟他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刚下班 那已经累了 那你这不都累身体吗 不是 你那多了走两步的话 是不是就走瘦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已经工作一天 我很累了 你知道吗 你还想我下班 再陪你走两个小时 那走那两步 能累哪去啊 那再这说了 你在家好家伙 一睡睡一天呼哈的 你都不想想我 我下班我多累啊 我就想你 我才让你去陪着我走的嘛 溜达 让他看风景 是不是 有点意思 还有什么挑剔的呀 因为我工作吧 就是那个地方有点远 远的话呢 我就是想在那附近 租过房子嘛 租房子之后 给人家地产中介的人 活活搞无奈了 还得便宜 环境还得好 周围不能有早事夜事 人还不能少 隔壁也不能住人 最好还得是一楼 价格必须还得便宜 你说上哪找个地方去 你住别墅不 那肯定有啊 那这中国这么大地上 能没有吗 我就穿一样怎么了 是你交去别墅有的是 你哪不去租去呢 那不贵吗 要比较便宜我也租 他要一块我肯定租 那时候我那个同学 军会 他去就去吧 行你穿那么低也就算了 那说话还有一股那个 那口气也太重了 啥意思啊 就是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啥子味呗 对 你也一样啊 我说是这样啊 不是我不一样 我是男的 你是女的 你能不能表现一点 女人味出来啊 这我感觉很女人味啊 这就我风格 不是主持人你听听 他这是有女人味吗 这不是女人味吗 我感觉就很像啊 不是那你希望他说一口 台湾话啦 是这样吗 他不是说台湾话 学我这个来 没问题撒到水了 哎呀这 不行他还是那么男人 你知道吗 我之后吧 他对自己还老不负责了 我怎么都负责了 他是到处干兼职 然后我说干兼职 你也不找正式工作是吧 我说你看我这边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搞摄影的 他说那边他需要一个 就是平面模特 我说你看你这身高也可以 是吧 挺瘦的 我给你介绍介绍 当平面模特 然后他去了 我朋友也看了 他说你这戴眼镜不行了 他说 后来我说那你看怎么办 他说买个隐形眼镜戴上 没多少钱 几百块钱 我说那也行 然后我就是说 可以给他买隐形眼镜 但是我因为我工作比较忙 我不可能总陪着他 然后我把钱给他了 我说你去配个隐形眼镜去 是不是 你就是说几百块钱 三百五百的都行 最起码是咱别太似了 结果好家伙 他就认识一些事了 花三十块钱扣眼睛里 那怎么了 你有啥挑的呀 你三十块钱也跟我眼睛里面放 那怎么呢 你那是对自己不负责知道吗 你现在不是你一个人 你身边还有我呢 那我就 我就带着大杆挺漂亮的 三十块钱怎么了 不比你一块还差呀 隐形的 对 很美呀 我感觉很美 我没看出来哪美 行行行 这个双方父母见过吗 见过 对彼此都满意吗 还行 还算可以 啥意思 就是我家里可能是 就是感觉他各方面有点问题 个子 但是我不在乎这个 我就看上他的人了 这个不要紧 那我妈还说你家境不好呢 我说我不也摆平了吗 那你要嫌弃之后 那我也不能跟你 是不是啊 你所谓的家境不好是指什么 就是那个 家境就是经济条件相对来说 能比他家强一点点 啊你们家境济条件 比他们家稍微好一点啊 哦 等于你们家嫌他个子不够高 啊啊你觉得没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 你这个上面资料上面写的 你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那是做什么呢 就是找兼职 你都干过什么兼职啊 呃什么发发传男啦 推推广推广APP啦啊 礼仪啦 呀很香港的啦 你可以的啦 啊啊促脚促脚 还有就这方面啊啊 就是为什么不好好找一份工作 按他的啊 我找了没找合适的就是啊 其实你你一个月换了三份工作 几份 因为营介单位给你免费提供的宿舍 玩之后一个月还给你看三千底下 你都不给人干 为啥呀 因为他跟老板打仗 为啥呀 你问他 那那我我都忍得老板坏了才老数的我 那你说一会两会得了没完没了 那你是跟钱过不去啊对吧 数的你两句数的两句我听天被数了 对吧 我说一面两面得了一个事就是不放了没完了 那就是你自己提起的问题知道吗 那不能怪一老板 两个老板没有点架势对吧 那就是就是一个超二的能怎么的呢 完了之后主持人还这么回事 我说那个 我说不行 我说咱 明年或者是后年 咱们结婚行吗 他说不行 我不跟你结婚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我必须得一个月赚两万块钱 不然我不跟你结婚 那问题是他连个工作他都不找 他怎么赚两万呢 我找了 我没找找吗不是 谁没找啊 你找着了你不是不给人干吗 那我找合适我肯定干呢 你没干过的你不干 不喜欢的你不干 赚钱少的你不干 太累的你还不干 哪个哪个大胃骨子甜呢 那这不360行 不试试汪大舟能干哪个呀 你360行你行行都想试啊 对呀我就想试啊 但我现在没找找吗不是 没别的了吧 就这么点事是吧 听事听明白 不是他然后有时候工作 然后还忙不陪我 然后情人节都不陪我过 我给你打电话说我 你干嘛去了 说完我这么忙 你还挑我礼 但是情人节就一次嘛 你凭什么不陪我呀 你是想过节还想过日子呀 节乃言过不行啊 那就不就一天吗 不是你浪漫永远是 建立在浪费的基础之上面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 那我没说让你给我买花 你陪我这件事的呀 你不是你没有个稳定的工作 你还不让我工作呀对吧 我们找谁不稳定啊 那为什么我不 情人节我不也给你补上了吗 那烤肉你吃的不也挺欢吗 那我那跟那当天都一样吗 行听明白了 挺有意思的 挑吹这个啊 那个你们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白老师这很有意思的一段吧 啊 热死我了 但是这个我们外人看着乐 这个乐的背后全都是眼泪 这个女孩子家境不好 家里边挺拮据的是吧 成长的状态 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富裕 所以她的这种所谓的抠 不是她的一个主动的选择 她的生活就教会了她 只有节俭你才能活下来 所以她在用控制钱 来去满足着自己的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让我开始听了好笑 后来听了心疼 我觉得她的家庭 没有教会她 在贫穷当中如何过得精致 但是你要知道 你可以花三十块钱 去买一些东西 但是她一定要精致 要搁在你身上 看起来真的有独特的那种味道 然后我还想说的就是 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还让我心疼 那第二点 如此之贫穷 如此地看不起自己 所以我一定要 让自己做得特别地被尊重 所以别人不能数落我 真的是她脾气不好吗 因为她看不起自己 所以她需要用外部的尊重 来去获得自己内心 被尊重的感受 所以老板 你不要老盯着我 那一点点的不好 我有这么多优点 你为什么看不到她敏感 两万块钱一个月的怨心 这在 这在北 我生活在北京 在北京可能都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完成的梦想 或者是一个目标 但是她要做成这样 这个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我是值得被尊重的 我是应该被看得起的 我是有这样的价值的 只不过还没有到时候 这样的一种自我伪装 她背后承担的是一种 泪水 我觉得依然是一种泪水 但是你知道 妹妹 如果你要想让别人真的爱你 真的欣赏你 真的尊重到你 你一定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我贫穷 但我活得精致 我可以去要强 但我要强的不那么敏感 2月14号是情人节 但如果有爱 生活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只要你身边的人爱你 只要你爱自己 谢谢老师 好 谢谢白老师 心疼的人错了 要是这小的心疼再多好 是吧 来 郑老师 其实这个女孩 我觉得现在像这样的女孩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已经是稀有动物了 就是懂得勤俭持家 适合当老婆 再说这个男孩的优点 他看到你戴一个 30块钱的隐形眼镜 他说那可是往眼睛里面放啊 就是能说出这个话 自理行间透露出 这个男孩他很心疼你 嫁就得嫁这样的男人 所以既然两个人都那么有爱 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彼此的理解 你也能理解他对你的好 他还能理解你成长 背后就是家庭带来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男孩可以嫁 女孩值得娶 你们会幸福的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陀老师 穷人不懂得 体会富人的烦恼 就像黑夜不懂白天的亮 而富人永远 体会不到穷人的悲伤 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很痛恨有一种人 身无分文总是梦想着奢侈 但我也很钦佩一种人 一贫如洗 对生活依然有品质的要求 穷不是穷在骨子里 穷只是一种状态 但是你明显 你把穷当成一种家族 你站那儿都是勾搂着腰的 如果你所理解的幸福 就是两万块钱一个月的话 那你这辈子都穷了 你富不起来 两万块钱重要 还是有一个爱你的人重要 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富足 你不理解 所以即便是将来 你找了一个特别爱你的男人 但你依然觉得自己抬不起头 即便每天住在别墅里 住在豪宅里 你依然觉得 别人看我的眼光是失神 你这个圈儿得转出来 知道吗 姑娘 人可以穷的是状态 但是精神的富足 你有一些话 是我特别不喜欢的 哪有男朋友站在台上 一昧地说自己的女朋友 拿不出手 很low 这种话语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伤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他 不要充分地把它 从所谓贫穷的概念当中拉出来 而是像老师们所说的 告诉他 你应该好好地爱自己 因为你爱自己 就等同你是爱我 所以有些话 方式不同 效果会截然地不同 坦率地来说 你好好地心疼他 告诉他如何爱自己 才能够让他的脊梁 挺得更直一些 多去感受感受 精神的父子 钱只是状态 衣服无论多么廉价 也阻拦不了 无一颗尊重自己的心 好不好 好 好 就这个 谢谢老师 挺好啊 寻到了人生的大宝贝呀 特别适合当老婆 娶回家 好好对他 其实就是一个细节 郑老师说 那个细节特别普遍 就是当一个女人 把自己为了省钱 戴一个隐形眼镜 是便宜的时候 她的伴侣跟她说 那东西是放到眼睛里 那么疼她 说明你还爱她 爱她别嫌弃她 你做得不好 你做得不好 你要给她尊业 你要帮她一起 去找到那份尊业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了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首先我觉得 我爱你的方式错了 要打从一开始一样 我好像只差0.01毫米 我好像就要失心 你的那种感觉一样 所以说我想处心积虑地 把你塑造成一个 非常非常完美的人 当然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只想给你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活 一个质量 虽然说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也想把我自己的全部 都奉献给你 就哪怕说你以后 赚不到一个月两万块钱 这也不能怪你 因为养家并不是你的责任 那是我的责任 如果说你能稍微地改变一下的话 我还是愿意跟你一直做过去 我呢 我知道我自己剩下很多毛病 我呢 但是就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我会心里蓄感 不过我会尊重你的选择的 希望我们会好好地走的 好 谢谢两位啊 回去吧 加油 其实他们俩说的时候 我就换 我想象的是另外一幕 我说那是一个什么场景 来请关门 请关门 还是这样一个姑娘 不同的是她懂得导致自己 非名牌不穿 这男人会不会也疯掉啊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珍惜眼前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运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土豆 同学视频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G的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请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 到二维码下载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 本期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我们当然是要看 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请开 我马上回来 请开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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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我特别喜欢那个 两个地方的嘉宾 一个就是东北的 就东北嘉宾总能把 他们的日子过成二人转 你知道吧 就怎么讲 随便讲都行 我就希望 虽然我是性格吧 就是骨子里的 可能感觉有点太费劲了 然后但是我也会经历改 但是我感觉他从心里 我就是非常喜欢他在乎我 然后他什么样我都不要 其实我跟你说 你们俩彼此心里 还都挺在乎的 就千万不要为这种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 小价值观上的差异 千万不要为这个而影响 给他买几身 特别贵的衣 让他也嘚瑟的 然后你会发现 哎呦妈呀 原来我配不上他 算了吧 还是三十块钱一套的吧 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有请 哎呀 好可爱 老妹 伊贝斯的白色恋人系列 就是爱得纯粹一些就好嘛 纯粹的去爱好吗 能做到吗 能做到 还是祝你们幸福吧 好好的 好吗 谢谢 彼此疼爱对方 这是最大的财富 比什么都好 好吗 好 哎呀剩下的时间 就给这小子吧 来我们见证 他是怎么浪漫的 各位请见证 哎呀对 怎么感觉 有点大 说话呀 你有一天 即使你不赚两万块钱 你一分钱都不赚 我还是想提你 好 提前先给你求过货 好 嫁不嫁 是吗 我做 我做 有有有有 还经文 你看 我愿意是吧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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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